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句说 天地的运行非常刚健 所以我们人就要效法天 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 下句说 大地非常的包容 我们人就要效法大地 博大 宽容 用上句自强不息 引生出了礼记中间的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你一天前进 你就应该天天前进 前进的又前进 永不停止 下句 后得在物 又引生出了上述中间的有容乃大 只有包容你才不大 朋友们 我认为这两句它缩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 我们这个民族宽容 忠厚 博大 刚健 进取 我对我们的民族充满了自豪 我对我们的未来也充满了自信 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世界文明的领袍者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妙 是上大学的荣幸 我们中国的古典丝钩 我们的古代散文 你抖进去了 真的是落儿王法 它会让你惠心王参 我上大学第一次才听到琵琶斗筹 春江花月夜 我这个妈呀太美了 听得如罪如刺 朋友们 即使我花样传统文化的重任 就落在年轻人身上 上B站 品味传统文化 关注国风奇妙记 谢谢 朋友们 重力行踏千把斗 默然回首